独时以名至枝骨可见惊 大家好 我是刀刀 晋公子崇尔万万不会想到 可据敌国十二年的苦心等待 等来的不是回国的好消息 而是亲地里派人斩尽杀绝的残酷现实 不仅回国继位的希望被彻底碾碎 还失去了相敬如宾的妻子 愤懑委屈和不甘分塌而来 天下之大难道竟没有我崇尔的容身之地吗 谋使赵崔等人告诉他 东方的齐桓公正在招贤那事 不如我们暂且去他那里牺牲 可是一连奔波了数日 齐国还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主仆纪人早已是衣衫蓝绿疲惫不堪 就在这个时候 一座城池映入他们的眼帘 连忙跑过去一看 竟是魏国的城池 顿时来了精神 魏国和晋国同为畸性 都是周天子的宗亲 单凭这层关系 魏国就不会怠慢了自己 可现实却狠狠地给了他们一记闷贵 请晋国陶王公子 崇尔速速离开魏国国际 视力眼的魏文公 一看崇尔这副落魄像 不仅没有心情接待他 还派兵守住了城门 胆敢擅自入城者 杀无赦 失望而又愤怒的崇尔 指的是无可奈何 他起精神继续向前 可前路漫漫何其艰难 车逐断了马也累死了 只好劈了马车当柴烧 烤起马肉暂且果腹 只是如此一来 后面的路就更加难走了 鞋底磨穿脚底冒泡 尚且还可以忍受 但随之而来的饥渴 却如同噩梦一般 无时无刻不再缠绕着他们 原本心高气傲的崇尔 也不得不放下架子 去向几个老农套要吃的 并许下承诺 将来我发达了 一定要让你们吃的好穿的暖 可人家老农不吃这一套 不仅没有吃的给他 反而嘲讽似的给了他一捧黄土虫鸡 憋屈已久的虫儿终于爆发了 诸侯王公们瞧不起我 也就算了 你一个小民百姓 竟然也敢羞辱我 我今天给你拼了 说着举起棍子就要打 幸亏赵崔拦住他 说是土是设计之根本 百姓把土奉献给你 不正是恰好说明 老天要把设计委托给你吗 这是好兆头啊 公子应该接受才是 崇尔手捧黄土双膝跪地 一脸的苦笑 老天哪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你真的要降大任于我 为何又要苦苦的折磨我 受到冷遇的崇尔 逃不到吃的 只得去找野菜冲击 可是这玩意儿实在是太难下咽了 不住几日的功夫 就被折腾得半死捕获 就在他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公子快要饿死了 扑从戒子推一拳一拐地 抱着一个大坛子走来 公子 有肉汤了 诱人的香气让崇尔为之一阵 几口热汤下肚 竟又恢复了几分元气 不知不觉眼眶间 已经变得有几分湿润 好香的汤啊 好香 都快把肉味给忘了 他又赶紧把汤分给了赵崔胡彦等人 却唯独戒子推坚决不喝 推上间 戒子推的腿 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他连忙拉着衣镜盖了盖腿 注意到这个细微动作的崇尔 立即判断戒子推的这碗汤来路不正 肯定是掏人家的肉 才被打伤的腿 把这个拿着 换给你 我们虽然流浪在外 但不是鸡鸣狗盗这途 戒子推连连摆手 崇尔着急了 顺势踢了戒子推一脚 戒子推竟然昏死过去 感到诧异的赵崔 掀开戒子推的酷口一看 顿时大吃一惊 哥自己腿上的肉煮得烫吗 得知真相的崇尔抱着戒子推痛哭不已 在这么几位一时一有的君子保护下 公子崇尔历经磨难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终于来到了齐国 此时管仲和豹叔牙已死 一心招贤纳士的齐桓公 得知名声在外的崇尔来到了 自己的齐国 又见崇尔面向富贵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于是便隆重地招待了崇尔 并把自己的女儿齐江 嫁给崇尔做夫人 尝尽苦头的崇尔 终于有了一个新归宿 从此在齐国过上了安逸的生活 然而 好景不长 这一年齐桓公去世 树梁要等人发起内乱 诸侯的军队又趁机多次来侵犯 齐国内忧外患把权不在 齐桓公自己也被活活饿死 直到67天以后才被人发现 这对崇尔的打击是致命的 像那齐桓公生前是何等的贤命 把齐国治理的是何等的强大 然而下场却如此凄惨 自己穷其一生 去追求治国理政 谁又能保证到头来 不会落得像齐桓公这样的下场呢 算了算了 就让自己在这良辰美景 美酒佳人的怀抱中 度过这风珠残年吧 也算是对自己这些年 担惊受怕吃苦受累的补偿吧 赵崔等人失智不移的追随崇尔 是希望有一天他能重返晋国 实现那一番宏图伟业 却不料崇尔竟然堕落了 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在一棵桑树下 商量如何离奇之事 结果被齐江的侍女 齐国新军派来的间隙 在桑树上听到了他们的密谈 回屋偷偷告诉了齐江 残奴 你禀告国君了吗 还不曾禀报 那好 你过来 齐江竟把此侍女杀死 然后把崇尔灌醉 劝告赵崔几人 趁机带着崇尔离开齐国 为了断掉崇尔的念想 重新激发她的斗志 齐江拔紧自闻 堕落的崇尔酒醒以后 得知夫人的良苦用心 她的内心伤感极了 在一段痛苦的挣扎过后 终于彻底醒悟了 齐国绝不是我的归宿 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过处罢了 靖国 虽然你很遥远也很危险 但是我会回来的 离开齐国之后 崇尔又辗转经过曹国 可是在曹国却经历了一件 让他毕生都感到耻辱的事 这个男人正在洗澡 一个长相猥琐的老家伙 突然凑到他的身边 提出一个十分过分的要求 看在曹靖同性的份上 你就让我摸一下 不等崇尔反应过来 他就十分轻薄的上下其手 原来曹国国君听说 崇尔的眼睛不仅有两个瞳孔 他的肋骨还连在一块 这本是一种生理畸形 可在当时却被人 视为圣人的征兆 然而在曹国公的眼里 却觉得这很好玩 专门挑崇尔洗澡的时候 强行对他下手 荒唐的崇尔公哪里知道 他的行为 已经为自己的悲剧 奏向了哀歌 我是在想 将来怎样攻打曹国和魏国 后来崇尔又来到了镇国 结果再次遭到 镇国国君的冷遇 可此时的崇尔 已经习惯了这些冷遇了 正是这些苦难和磨练 使得他渐渐地 退去了人性的脆弱 取而代之的是 开阔的胸怀和步拔的意志 到了楚国的时候 有识人之术的楚王 一下子就捕捉到 崇尔身上散发的光芒 断定此人绝非池中之物 不顾群臣的反对 依然以诸侯之力 破格招待这个落魄公子 有人劝见崇尔 世主反常必有妖 公子此去极凶难料 可崇尔却大大方方 若连楚王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就匆匆忙忙逃走 来日 又有何面目与他真高相 崇尔的胆气让楚王佩服 更加认定自己的判断了 在宴席之上他试探崇尔 如果您将来回到晋国 您会用什么来报答我 崇尔不卑不亢 晋楚两国偶有兵戎相解 崇尔当自愿退避三舍 楚国大将紫玉听后非常生气 认为崇尔出言不逊 日后对楚国也是个威胁 索性就把他给杀了 可楚中王却认为崇尔很真诚而且大气 因此不仅不杀 反而更加理喻崇尔 当晋国国金晋慧宫并重时 楚王又第一时间给崇尔带来宝贵的消息 并极力推荐他去秦国 寻求秦慕宫的帮助 以便重返晋国 只是发善心的楚王绝对不会想到 自己的一个善念 不仅没有换来相应的回报 反而给自己的霸业 增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以至于饱汗终身 因为此时的崇尔 已经流亡近十九年了 在受尽了冷眼和侮辱 历经了各种艰难险阻之后 他的心智却越来越成熟 一个宏伟的晋国版图 在他的心中渐渐形成 禅慢慢地化作勇 勇在等待时机 只待破茧成蝶的那一刻 那么已经六十二岁的崇尔 该怎么抓住这破茧成蝶的时机呢 他又将如何带领晋国 迅速地称霸中原呢 各位看官老爷们 拜托帮忙点赞转发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